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班比邓肯洛里麦 莫拉麦克勒克林和马修贝尔斯 以表彰他们发现快速电波爆发 这里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州 我们现在还有十几公里 就会去到六堤 六堤望远镜就在那里 六堤天文台还有很多其他望远镜 我们现在在国家电波静止区 这里没有手机讯号 所以在这里用不到手机 任何电波干扰 都可能会影响我们观察太空 邵逸夫长得长者莫拉麦克勒克林 和邓肯洛里麦搬到西弗吉尼亚州 在这里可以有更多时间使用六堤望远镜 我们会上去六堤望远镜 要先踏这一步电梯 上到去会看到直径100米的碟形天线 然后再踏第二步电梯上去 天文学家麦克勒克林和洛里麦 二十几年前相识 当时麦克勒克林还是研究生 而洛里麦是博士后研究员 他很有创意 和他一起做事挺正的 他也都很善良和体贴 分人挺有趣的 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兴趣 他很有趣 很厉害讲故事 喜欢去不同的地方尝试新事物 我们都对科学和天文学很有兴趣 一起走这条路 这对夫妻档发现快速电波爆发 这种强烈的射电爆发 只会维持千分之几秒 但释放相当于太阳几日辐射的能量 我们寻找来自遥远星体的快速电波爆发 这种讯号来自外太空 射向我们身后的碟形天线 反射到上面的反射镜 再反射到侧面其中一个接收器 我们使用这个大型接收器 找快速电波爆发 讯号会由接收器传到控制室 西弗吉尼亚州的六提望远镜 是美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碟形天线有两个美式足球场这么大 六提望远镜和其他望远镜 收集到的数据 帮科学家发现超过700个快速电波爆发 不过科学界最初不相信 存在快速电波爆发 诺里麦来自英国特纳姆棍 18岁当时 我第一次有机会使用望远镜 我记得麦里老师 把望远镜的锁匙给了我们 我和几个男孩就用来看月食 从那时开始 我就对天文学很着迷 他在卡迪夫大学收读天体物理学 再在曼切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先后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 射电天文学研究所 和波多黎国的阿雷西博天文台 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麦克劳克林来自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 报中时 霍金的时间简指出版 这本书讲解广义相对论 黑洞和宗旨声 我看完之后 对天文学很入迷 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收读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 再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在亚雷西博天文台 写论文的时候认识洛里麦 他们后来一起在英国 卓瑞尔河岸天文台工作 2006年 他们加入西弗吉尼亚州大学 成立了一个天体物理学团队 和学生展开研究计划 他们使用的电脑程式 是麦克劳克林当年 还是研究生的时候研发 用来寻找来自太空的电波蜜充 我们当初研发这个程式 是为了偵測来自其他星系的 蜜充星蜜充 这些巨大的蜜充星 有时候会发出很明亮的蜜充 你会听到棒棒声 这个时间队列中 有一个明亮的爆发 这个程式会计算草音水平 我们用来测量 负墨充草音的水平 我们叫它为Sigma 找那时可以设定水平 例如设定为那个草音水平的五倍 我们就叫它为五Sigma 会不会有比这个水平更加明亮的蜜充呢 洛里默的学生亚十使用这个程式 分析一个射电望远镜的旧测量数据 发现了一些不尋常的东西 我们很快就留意到这个来源 它在图表的上方 代表它非常遥远 另外我们用大圆圈标记这个来源 代表它非常明亮 它的特性引起我们的兴趣 他们在2007年发表开创性研究论文 描述发现了第一个快速电波爆发 这次爆发被称为洛里默爆发 它的讯号在大约30亿年前离开所在的星系 穿越宇宙 到达地球 不过科学界当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 发现了新的天文现象 科学界很兴奋 但也有很多质疑 科学家很多时都是这样 有些人会说 不可能是真的 一定是你的仪器出了问题 科学家开始尋找更多快速电波爆发 我找到很多爆发 但发现原来是来自 柏克斯天文台的微波炉 所以有一段时间 有些科学家质疑 洛里默爆发只是有人用 微波炉叮食而产生的微波现象 就连麦克努克林都开始质疑 洛里默爆发 我们翻查过很多其他数据 都找不到类似的信号 我甚至发表论文 说这个爆发的数据可能不是真的 因为很不寻想 用相同的演算法都找不到 另一个类似的信号 我有时都会怀疑 但我相信自己的直觉 果然这是新发现 我们不应该浪费这个机会 直到2013年左右 科学界逐渐相信存在快速电波爆发 最有说服力的是 我们用其他望远镜 陆续找到这些爆发 例如是波多黎各的 阿雷西博天文台 和美国的绿体望远镜 当我们用很多不同的望远镜 开始看到这些爆发 我们终于肯定 这些是真实的物体 真实的爆发源 迈克努克林目前担任系主任 而洛里默就担任研究副院长 他们继续研究快速电波爆发 快速电波爆发在天文学界引起轰动 现在已经成为天文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和宇宙学和基础物理学色色相关 也都和核物质和新天文现象的研究有关 罗里默和迈克努克林 仍然是这个领域的典范 如果想了解快速电波爆发 你会去请教罗里默 这个领域变得很快 因为太新了 大约20年前 厄尔希梅聘请了罗里默和迈克努克林 当时他们是射电天文学的生力军 大学更加因为他们将学系名称 改为物理及天文学系 他们很有影响力 无论是密冲星计舍 还是快速电波爆发的研究 甚至是他们所有的研究 正确在射电天文学领域引领着全世界 他们没有停下脚步 希望取得新突破 我们正在观察快速电波爆发 我们用收集到的数据 编写新的演算法 从而更有效地找到快速电波爆发 我们用人工智能来搜寻数据 一个是持续不断的探索 我现在花了很多时间 在北美纳克斯引力波天文台的研究计划 那里 在这个合作计划 我们用射电默充星的高精度计时 来找默充星的默充到达时间里面的微弱涉动 这些由时空里面的低频连植造成的涉动 我们叫它做引力波 除了忙于工作 两夫妇也都照着三个儿子 他们住在摩根顿一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旧屋 小子欧文说 爸爸妈妈不只是科学家这么简单 爸爸很厉害的 爸爸喜欢玩音乐 妈妈也喜欢玩音乐 她和爸爸一样 参加过一些音乐团体 他们也很有头脑 两夫妇最近慶祝结婚二十周年 我们一拍即合 不单是夫妻 而且是工作上的会拍档 为共同的研究项目奋斗 我们都喜欢小朋友 每个儿子出生 都以不同的方式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一年后大儿子就会升读大学 所以家里会清静一点 我们都在想生活会有什么不同 下一节我们会去澳洲 了解马修贝尔斯的研究 很高兴可以跟一位以前的学生 局同学奖 尤其是他跟我很合拍 2023年到肖逸夫天文学长得长者 马修贝尔斯 住在澳洲门尔本 每天早上都会骰二十公里单车 我觉得骰着单车 穿过树林 能够远离科技 对我的心理健康很有好处 有益身心 他在澳洲雅德莱德长大 自小对外太空很有兴趣 我六岁的时候 人类登陆月球 当时真的很震撼 家人为了看登月直播 特意买了电视 我记得妈妈叫我在电视前坐下 说太空人就来登陆月球了 过来看吧 他拥爱数学和科学 小学同学帮他改了个花名 叫做教授 小学六年班的数学测试 老师有时会叫我帮忙出题 我想我那时出得太深 令我不太受同学欢迎 但我天生就喜欢数学 很享受计数 贝尔斯在亚德莱德大学 取得理学学士学位 再在澳洲国立大学 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 90年代 他在英国的卓瑞尔河岸天文台 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在那里认识了共同获得 今届少日夫奖的 邓肯·洛里默 我指导他写关于麦聪星的石士论文 他们很投契 关系很好 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有热成 很享受我们一起做的研究 他们很喜欢我们一起做的工作 他们后来去了不同地方发展 贝尔斯回到澳洲 诺里默就去了美国 但他们一直保持联系 贝尔斯加入斯威本理工大学 成立天体物理和超级计算中心 2007年 贝尔斯和诺里默 去了澳洲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帕克斯天文台的穆里扬望远镜 我问洛里默 你最近有没有新发现吗 他说其实发现了一个爆发源 但不是很清楚是什么 他有一些不沉上的特性 而且看起来非常明亮 洛里默的学生使用 迈克·劳克林编写的程式 分析帕克斯望远镜的旧测量数据 发现一个不沉上的信号 我们画了这些图 显示电波能量随着时间和频率的变化 这里是望远镜三分之一秒的数据 显示当中有多少能量 每个三分之一何秒 我们测量望远镜收集到多少能量 我们在这96个无线电站也是这样做 看到螢光幕上这个位置 而且还要按光令我们很震惊 真的难以自信 快速电波爆发是千分之几秒内的电波爆发 释放相当于太阳几日辐射的能量 第一个被发现的快速电波爆发 叫做罗里蜜爆发 以邓肯罗里蜜命名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爆发时 觉得很有趣 我相信对罗里蜜来说是好事 但当时我们只发现了一个爆发 而且还未清楚是否真的 我当时想希望最后会成功 有了第一个发现之后 贝尔斯回到柏克斯望远镜 尋找更多爆发 我们看着那些噪音 一眼又一眼地踩在那里 希望能够发现另一个爆发 但就是没有发现 几年过去 贝尔斯仍然找不到另一个快速电波爆发 心里开始有怀疑 心情很复杂 当时我年轻很多 我发表了一篇论文 说我们要回头试案 一切都是错误 我在想可能我做错了 可能我不应该做科学家 可能有些粗脂过急 我记得我和罗里蜜讨论过 但他仍然深信快速电波爆发 是真实存在 科学家也对发现罗里蜜爆发 很怀疑态度 当时一位荷兰科学家 和一位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家 输到一千美金 说快速电波爆发并不存在 2008年 贝尔斯带领团队 把柏克斯望远镜的数据记录系统 从类比升级为数位 我们的团队为射电望远镜 建造了所谓的数字后端 有些像超级电脑 可以非常快速地分析数据 我们和我同学们从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澳洲的同事合作 測量整个南半球天空 叫做高时间分辨率宇宙蜗冲升旬天 我们在柏克斯望远镜做了几千个钟 他们在2013年终于取得突破 升级后的柏克斯望远镜 发现了四个快速电波爆发 然后另一个望远镜也有发现 贝尔斯童年出席一个会议 一位天文学家在会议上发言 说他在波多黎国的阿雷西博天文台 发现一个爆发 和洛里麦爆发相似 我非常兴奋 真的太好了 我真的很想过去和他拥抱一下 因为等了很多年 一直希望会有人发现 当时所有快速电波爆发 都是在柏克斯天文台发现 所以我想终于有人在地球另一边发现 不再是柏克斯天文台独有 这是快速电波爆发存在的真凭实据 科学家目前已经发现700多个快速电波爆发 也都发现60多个会重复爆发 快速电波爆发的其中一个成因 和磁星有关 磁星是磁场最强的行星 但相当不稳定 它的表面每隔几年就会发生爆炸 不单只会产生电波爆发 还会产生X射线爆发 快速电波爆发也都可能来自 黑洞或者中止声碰撞 这个领域很引人入星 科学家不断努力找出爆发的成因 是这个领域的吸引之处 爆发的成因仍然是一大迷糰 特别的是我们可以利用快速电波爆发 来探测宇宙就像电子计数器那样 每次快速电波爆发经过电子时 都会有一些延迟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延迟 来计算我们和快速电波爆发的来源之间 有多少电子 澳洲思维本理工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亚当德纳 亦都是研究快速电波爆发 这个是非常极端的现象 如果我们找出成因 就能够更深入了解宇宙 德纳认识了贝尔斯20年 他赞扬贝尔斯开创了快速电波爆发的研究领域 贝尔斯不断提升多个射电望远镜的技术 有助偵測更多快速电波爆发 贝尔斯现在是澳洲研究委员会引力波 发现卓越中心的主任 他带领团队探测由黑洞引起的引力波 他以培育新一代科学家为己任 我认识的是读中学时 没有人教我怎样成为科学家 所以我希望给年轻人有更多机会学习科学 他们做不做科学家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他们知道怎样成为科学家才是更重要 这位中学生从12岁开始 就跟随贝尔斯做研究 他希望日后同样能够成为天文学家 我想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 我的目标是在澳洲领导研究机构 就好像贝尔斯一样 我很专敬他 他很风趣 很乐意支持年轻人 帝尔斯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科学 他的女儿雷切尔说 爸爸经常教孙子孙女认识太空 我爸爸很重视新教 对科学很有热情 会鼓励小朋友认识科学 他很喜欢跟我的女儿说一下天上的太阳和月亮 太太马丽昂在大学读医科的时候 很欣赏贝尔斯 更加主动约会 不知不觉40年过去 他们已经有四个子女和四个孙子孙女 马丽昂对丈夫获班邵逸夫奖感到自豪 真的很兴奋 尤其是因为已经发现了很久 但是国际科学界用了一段时间 才真正认可这个发现 所以我很高兴他获得邵逸夫奖 无论 我物贴 俺家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基础语言 2023年度邵逸夫数学科学奖 平均班比弗拉基米尔·德林费尔德和邮成童 表彰他们对数学物理的贡献 数学家邮成童这日从游救地 回到他的母校香港陪证中学 我1966年豪舍毕业 这个同学路 这里我是中六光八 我站在这里最后面 这里全班的同学 当时只有两个女生 陪证当年的学生是很活泼去争取 我们的学业的成就 对社会、对真理、对所有都有很大的好奇心 他很感谢中学的老师 激发了他对数学的兴趣 邮成童1949年在汕头出世 在香港长大 小时候曾经住在元朗和沙田 家里有八兄弟姐妹 邮成童排第五 爸爸在几间书院教书 家人去到香港就很穷 五零年初期 这个生活十分困难 其实基本上我们早上不知道 晚上懂什么 当时主要是学费都有困难 不要说其他 所以我们读书有时比较困难 也是跟这个有关 上中学之后 邮成童更加开启了 所在数学世界的奇妙旅程 从二年班开始 由于教几何 平原几何 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我因为天天坐火车 这个由家到学校 差不多一个半钟头 自己一个人想事的时间 所以我一路走路 一路想数学几何的事情 邮成童十四岁的时候 爸爸因病离世 于是他帮人补习数学 帮补加计 中学毕业之后 邮成童考入香港中文大学 主修数学 后来到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莱分校功读博士 什么呀 好吧 打好 很神奇 他的导师是邮逸夫数学科学长 第一位得长者 陈诚新教授 陈诚先生以为我能力很强 他比当时最困难的问题 叫做黎曼猜想 叫我做 但是我对卡拉比猜想 很大兴趣 让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 开始做这个问题 邮成童研究微分几何 和海立几何 他最为人熟悉的 是解决卡拉比猜想 这个微分几何的著名难题 内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式 是他解决卡拉比猜想的起步点 这个方程 左手边是引力 右手边是物质的分布 就是引力如何从物质产生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假如没有物质 完全没有了 我们一个是封闭的空间 我们存不存在一个非平凡 就是non-trivial 就是不简单的一个空间 它本身不是平坦的 是一个有曲率的空间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种空间 一直都没有人知道存不存在 数学家卡拉比也提出类似的问题 邮成童用了六年 终于解决卡拉比猜想 我卡拉比不懂怎么证 他就说应该是对的 但他花了二十年时间不懂怎么证 我解决了它 以前是十个方程 这个变成一个方程 我们可以用来计算宇宙物质的 基本粒子的重量 和它们中间的相交的关系 所以很多重要的宇宙的结构 可以由这里几何来计算出来 卡拉比幽流营成为 延理论和福几何的基石 邮成童解决了卡拉比猜想 这个是重大突破 外微分几何和几何分析 开辟了全新的研究方向 邮成童中意写诗 其中一首在1976年写的诗 是纪念自己解决了卡拉比猜想 他在美国工作超过50年 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数学系组主任 2022年 邮成童担任北京清华大学 广座教授 他亦都在中国内地 台北和香港 成立了多间研究机构 当然和美国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而且不小的距离 但是这帮学生只要群力 很快就可以将这个距离减少 只要有好的领导的学者 有好的环境 我想四五年内就可能追得相当差不多 北京硬七湖应用数学研究院 这日举行会议 担任院长的邮成童 鼓励数学家要迎难而上 他会强调你要做重要的问题 其实做一些小问题也是很花功夫的 但你做出来以后成就感也不是很大 可能也就不会引起你更大的兴趣和动力 去继续往下做 在同事眼中 邮成童是很贴地的人 他很热情、有善、很有头脑 他写的诗词很有味道 而且他对人很亲切 邮逸夫奖对邮成童别具意义 因为这个奖是由香港 以故影视大亨邮邮逸夫先生创立 我以前跟邮逸夫先生有很多来往 跟他太太方逸华小姐 也有很多来往 这个奖金越来做得越好 有很多重要的学者都得到他们的奖赏 所以我觉得值得佩服 这里是美国芝加哥 今届肖逸夫素学科学长 另一位得奖者 是来自乌克兰的弗拉基米尔德林菲尔德 他在1999年移居美国 我们以前住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 那里的经济状况不太好 当时我和太太担心儿子的未来 认为离开乌克兰 搬去美国对儿子最好 德林菲尔德加入芝加哥大学数学系 他的妈妈也在这间大学任教 德林菲尔德的妈妈是拉丁语专家 爸爸是数学教授 在爸爸分图下 德林菲尔德自小对数学有浓厚兴趣 他喜欢数学一种特质 就是经过证明的定理 是永恒不变 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 取得数学学士和博士学位 他的导师尤里玛宁对他影响深远 德林菲尔德转言的朗兰之光灵 是一系列猜想 研究数论和自首形式之间的关系 德林菲尔德21岁的时候 博士尤里玛宁发明了Stuka 来解决朗兰之猜想 1975年 我试试证明GL2 over K的朗兰之猜想 conjecture for GL2 over K 其中K是整体函数域 为了要做到这件事 于是我发明了Stuka 并且使用Stuka的毛堆 来证明GL2 over K的朗兰之猜想 Stuka就是这对L和Phi 法国数学家洛朗拉福格和弟弟范尚拉福格 使用了更广义的Stuka 证明一般若化群的朗兰之猜想 德林菲尔德也对量子群和表示论有重大贡献 他在数学界享负盛名 他在数学界很有影响力 因为他创造出新的理论 他是顶尖数学家 经过我们很多 可能都是得少数数学家 和他有得比 德林菲尔德研究数学多年 德林菲尔德研究数学多年 太太一直是他的最强后盾 他同样有数学博士学位 他们出海玩读木舟的时候 透过朋友认识对方 我们那时谈论很多 发现大家有很多共通点 和他挺英俊 他们一见钟情 在第一次见面后的20天 德林菲尔德就向他求婚 他们已经结婚差不多40年 Hello Hi How are you? 他的儿子正是公读语言学博士学位 媳妇来自山东 是中文老师 他初时觉得德林菲尔德 多有威严 最近几年 我慢慢见到他温柔友友善 而且感情丰富的一面 他是很优秀的数学家 他的儿子说 爸爸无时无刻都思考数学 这么多年来 他在日常生活 整天都会讲到数学 就连我们去散步 他都会讲一些公式 或者是数学术语 德林菲尔德希望继续在数学领域 发掘新天地 下一节 我们会了解少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两位得奖者的研究 2023年度 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平均班比 帕特利克克拉玛和伊娃诺加利斯 他们揭示了基因转录机制的每一个步骤 正常的基因转录如何促进健康 以及机能失调如何导致疾病 结构生物学家伊娃诺加利斯 来自西班牙旧科尔梅鸭尔 我爸爸妈妈小时候 经历过西班牙内战之后的艰苦岁月 生活过得很不容易 甚至没有机会读到高中 所以他们很想很想我和弟弟 可以考到大学 接受高等教育 他受到几位高中老师的啟发 对科学产生兴趣 诺加利斯在英国基尔大学 取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 他在实验室使用当时生命的 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 顾名思义 这种技术 比我们可以在极低温下观察样本 1998年 诺加利斯加入加州大学 伯克来芬校 分子月细胞生物学系 他运用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 研究基因转录的蛋白质机制 人体的所有细胞 都有相同的基因组 但是进行不同类型的基因转录 即是启动不同的基因 令到细胞分化 有些细胞会变成皮肤 有些会变成心臟 有些会变成骨骼 每一个细胞都只会 启动一组特定的基因 首先我们要读取这个基因 要先确定这个基因的起始位置在哪里 由这个转录因子2D或者TF2D结合基因起始位置的DNA 然后在过程中吸收其余会读取那个基因的因子 形成转录前起始复合体 即是我们简称的PIC 他和团队用了十多年时间才发现TF2D和PIC的结构 在研究生命样本的时候 要妥善地拿到样本 准备样本和排列的样本 才可以得到有用的影像 获取和基因转录机制有关的重要信息 随着科技进步 杜加利斯有越来越多新发现 经过不断努力 团队终于有重大突破 有一段时间 我们收集和分析了很多数据 但都没有任何发现 真的很令人沮丧 于是我们就开始看看 有什么地方可能做错了 我记得有位学生做了我们的救星 他发现了复合体的一部分 发生了非常劲烈的变化 突然间所有东西都说得通了 由那时候开始 前路虽然困难重重 但我们知道要做些什么 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研究 他的团队最终成功捕捉到TF2D的结构 后来还捕捉到PIC其余部分的结构 这个发现是对生物的了解 有助我们可以认识到生物的运作方式 又或者是停止运作的原因 例如是发生了形成疾病的特变 诺加利斯的研究成果得到科学界认同 她很有自信、很敏锐 会尋根究底 我认为她是全世界其中一位 最优秀的结构生物学家 她很有胆识、处置严谨 而且很有干净和热情 在科学路上 诺加利斯不是孤军作战 她的丈夫也是科学家 他们有两个儿子 那是什么? 鱼? 她和大儿子都很喜欢烹饪 这么多年来 妈妈在科学界越来越出名 一家人少了机会相处 但无论都会抽时间坐在一起聊天 丈夫很欣赏她的干净 如果前路有障碍 她一定会跨过它 勇往直前 这里是德国哥廷根 今届少日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另一位得奖者 帕特里克·克拉玛 同样是研究基因转络的蛋白质机制 她经常会思考一些自然现象的成因 观察大自然的时候 会见到不少色彩丰富的美好事物 如果深入研究这些自然现象 就能够了解当中的机制 分子和化学原理 这些美好事物 都能够了解当中的世界 1995年,克拉玛在海德堡大学取得法学文憑 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的时候 专门研究结构生物学 他在法国格纳诺布尔公读研究生 专研X射线晶体学 90年代尾,他到美国士丹福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在罗杰科因伯格的实验室工作研究基因转路 所有生物体的基因都是由DNA组成 RNA聚合梅2转路或者复制DNA 产生信氏核糖核酸,也就是mRNA 科因伯格的实验室 多年来一直研究RNA聚合梅2的结构 团队遇到的困难 是没有办法得到高品质的晶体 我就找到方法获得最好的晶体 从而解决基因结构的问题 当时我写信给欧洲的科学家 问他们可不可以检查一下冷冻桂 看看有没有我想要的复合物 因为我发现了几种复合物 以前没有人用过的,但可能用得最 有一天,克拉玛在实验室突然茅塞盾开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估计 最合梅结构是由八个新离子结合而成 有一天早上,我在屏幕上看到新离子 开心得整个人弹起 凳都跌落地,我跑了出去,看着太阳升起 感觉很美妙 我知道研究过程不会轻松 但我相信会找到答案 罗杰·科因伯格在2006年获得诺贝尔法学奖 发现RNA聚合梅义结构的克拉玛可以说是幕后功臣 发现这些机制很重要 有了科学家研究新的治疗方法 有了这些发现,科学家能够研发治疗癌症的新药 2001年,克拉玛回到德国成立自己的实验室 10年后,他的实验室制作了第一部基因转录电影 要按正确顺序排练这些相片 然后变成动画,制成一部基因转录电影 克拉玛花了很多心机 把这些科学发现变得容易入口 例如制作这部和梅有关的电影 对教学很有帮助 学生在他身上获益良多 他很关心他的学生,会问他们着想 我觉得Patrick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 他知道怎么激励大家 克拉玛在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多学科科研究所 担任主任近十年 他最近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 这个学会下设85个研究所 克拉玛希望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地球就只有一个 我觉得人类以前不清楚 自己对地球造成多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想法,改变行为 也要有创造力,研发新科技 请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